第四十五集 我心里非常恐惧 可我不敢乱动啊 因为怕自己一动坏了干爹的大事 水猴子看了几眼 看我没有啥事就拖着我继续前行 经过一团茂密的水草 水猴子用自己的爪子 以把水草闪出了一个洞口 这个洞口隐藏在水草之中 一般的情况下 还真不容易让人发现 看样子 这就是干爹所说的水猴子的老巢 我这时转头朝着远处望了一下 水中没有干爹的身影 我心里说 干爹呀 你得来救我 水猴子的老巢在这里 你可别找错了 这时我的身子一动 被拽进了水猴子的老巢 由于我会觅水术 在水中始终是睁着眼的 当进入水猴子老巢的时候 没有那种黑暗 里面是亮的 是那种白中带着蓝绿色的冷光 水猴子把我拉到自己的老巢里 也许看我一路没有动 以为我被淹死了呢 到了里面 爪子一下子松开了 这时我借着水里的福利 脑袋露出了水 顿时 潮雪里一股让人止息的气味 呼面而来 那种气味 是鱼腥味混着别的气味 非常的难闻 不过再难闻的气味 也比在水中没有空气 憋死墙 我一边深吸气 一边朝四周看 这里应该是一个石室 在石室的墙壁上 沾着一块块的亮东西 那东西白中带蓝 蓝中带绿 看上去很神奇 后来我知道 这些东西是鳞 遇到空气之后 就会自己燃烧 这个石室不小 四周都是用大石头垒成的 上面还刻着字 不过我还没有上学 不认识那些字 我正看着的时候 忽然脚下一紧 那水猴子 直接把我又拽了下去 到了水里 我睁眼一看 当时吓得我差点魂飞魄洒 只见在水里 隐隐约约的 可以看到很多白骨 那些白骨有人的 也有动物的 一个个哭了头 眼睛看着天 张着大嘴 似乎在倾诉着什么 在这些白骨的不远处 用大石头压着一个人 那个人身子不大 像是个小孩 嘴里和鼻子里 用泥封住 压在小孩身上 是一块条石 足有一二百斤 那个小孩 肿胀起来的脸 让我想起了 昨天晚上做的梦 我一下子明白了 干爹找不到 小孩的尸体 正是因为 已经被拖到水猴子的老巢 用石头压住了 他就是在水库里 再找一天 也找不到 里面的这些白骨 也应该是水猴子 拉进来害死 我这时死死地闭着嘴 在这里绝不能喝水 因为喝了水 就和喝人肉汤 没有什么来去 这时水猴子 把我往下拉到底 用什么东西 缠住了我的脚 然后身子朝 小孩的尸体游过去 搬起小孩身上的大石头 就朝我奔过来 小孩已经淹死多时了 身子肿胀 石头扳开之后 整个的身子 慢慢地漂浮起来 在网上漂浮的时候 眼睛和我相对 哪张可怕的脸 居然朝我笑 这时候水猴子朝我而来 它虽然搬着一块条石 可是身在依旧灵魂 我干爹还没有来 水猴子如果 把这块条石压在 我的身上 我就是有再大的本领 也会在水底憋死 事到如今 绝不能坐以待毙 想到这里 我把手放在背后 随时准备给水猴子一击 我那时候瘦 但是身瘦快 抓蚂蚱 摘酸枣 偷毛桃 样样都比小伙伴快 吃东西 也比他们快 所以是有名的快手 这时水猴子已经到了我的跟前 和我脸对着脸 他用那张猙獰的脸看着我 朝我呲牙一笑 然后搬着大石头 朝我慢慢地压过来 我心里骂道 去你哪哪个手 然后伸出手 去抠水猴子的双眼 这一招叫抠二目 平时怕戳下人的眼睛 不敢随便用 今天可是到了生死存亡的时候 我可不能下轻手 水猴子以为我淹死了 根本没什么防备 我这一下子 正好扣到了水猴子的眼睛上 我的手指头细 中指感觉扑的一下子 插进了什么东西里 我知道 那就是眼珠子 我当时手一使劲 把那水猴子的眼珠子 差点扣了出来 水猴子吃痛 把手里的条石 一下子朝我砸过来 虽然是在水中 可条石的重量在那里 我看条石朝我砸来 我就想赶紧地跑 躲开那块条石 可是我的腿 一下子被什么拽住 这才想起自己的腿 刚才被什么东西缠住了 我身子一顿 那块条石就朝我的腿压过来 一股沉重的压力 压着我的腿沉到了水底 幸亏是在水中 不然那块条石 能直接把我的腿砸断 我的腿被条石压住 我身子赶紧地坐下来 这时 看见那水猴子 在水中疼得正用自己的尖爪子 抓自己的眼睛 那个东西 终究是动物 它光顾着疼了 没有想到自己的爪子锋利无比 朝自己的脸上一抓 当时出现了五道深深的血痕 那血痕身即皮肉 皮肉外翻 几股的鲜血在水中散开 水猴子在水里疼得翻跟头 我看到这里浑身发冷 但心里却感不到慌张 心脏还是隔一会儿跳动一下 我心里想着对策 现在腿被压住了 我身上有壁水可以撑一会儿 可撑不了太多的时间 到时候啊 即使不被水猴的杀死 也会被活活的闷死 我必须先把身上的石头掀开 于是我就在水里试了试那块石头 那时候身子太小 再加上自己没有多少力气 石头竟然纹丝不动 我这时手扶着水里的地 身子使劲地往上撑 想把石头撑开 可是飞了半天的劲 还是没能动得了那块条石 我这一使劲 一个更可怕的事情发生了 就是我在水中憋得起 在迅速地耗尽 我越是心里急 身体的氧气 就消耗得越快 这时已经感到有点憋了 怎么办 我这下子可能真的要完蛋了 早知道自己学蜜水术会被淹死 学什么蜜水术啊 如果不学蜜水术就不会被淹死在这里 道爷啊 你让我学蜜水术这一下子 可把我害死了呀 这时的水猴子已经疯狂了 他在水中乱窜 我恐怕在水里看样子啊 他绝对不会放过我 一定会把我撕碎的 就在我绝望的时候啊 忽然水中不知从哪里来了一个小孩 大圆脸 嘴巴鼻子里都是你 我仔细地一看 小孩正是淹死的那个 不用说 小孩应该就是鬼魂 此时我已经不怕鬼了 因为这样下去 很快就会和他一样了 我看了看小孩 由于紧闭着嘴 没有朝小孩笑 小孩过来之后 就开始掀那块条石 我看了小孩心里想啊 我一个人都掀不动的石头 你一个鬼哪儿来的力气呢 能把这么重的条石掀起来 还是那句话 看似不可能的事情啊 偏偏就发生了 小孩的鬼魂用力掀着 那块大条石竟然动了起来 我看到条石动了 把腿赶紧地往后抽 那缠在我腿上的东西啊 把我的腿拽住了 一时抽不回来 那只水猴子 这时注意上我了 只见他用一只眼睛 死死地盯着我 另一只眼睛已经瞎了 在白蓝色的冷光中 那张猙獰的脸 加上那只 已经血肉模糊的瞎眼 让水猴子变得无比可怕 看上去如同一个身上长满长毛的恶魔 他凶狠地目光告诉我 他要把我撕碎 we do the world we do the world we do we do the world of wherever we will we to be we do the world we do the world